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内蒙古维权人士马良福被公安抓捕 百万中国网民签名抵制活熊取胆 新疆喀什发生暴力袭击事件 导致20人死亡 重庆五岁男童被撞死案 引发数千人抗议 河北宝地五千教师罢课维权 四川德格县一名藏人炸村办工地 然后自焚身亡 山东金香县发生暴力征递事件 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遭到燃剂 天安的母亲要求人大政协解决六思问题 两会前夕北京严控访名上榜 云南大旱三百一十九万人饮水困难 供应商宁宏军实名举报高铁施工偷工减量问题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姚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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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